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近日 聯邦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被禁聖餐一事 在社會上持續發酵 被禁聖餐對一個基督徒來說是一個很嚴重 並且很不光彩的事情 但自由派人士的強烈反彈 反而讓人覺得事情背後不簡單 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新教 被認為是基督教的三大分支 佩洛西一直自稱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但她發誓要讓墮胎權合法化 被舊金山大主教科迪萊昂禁止教區授予聖餐 5月20日 天主教舊金山總教區大主教科迪萊昂 發表聲明說 她已經寫信通知佩洛西 讓她不要再出席該教區的聖餐儀式 即使她去了 也沒人會給她發聖餐 她說 作為一個立法者 明明知道教會的教義卻支持墮胎 這顯然是嚴重的罪行 教會法律規定不得授予這樣的人聖餐 聖餐是基督徒的重要禮儀 聖經中記載 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晚上 與十二門徒共進逾越節晚餐 因此 聖餐被說是主的晚餐 接受聖餐被認為是信徒與耶穌之間 親密持久的連結關係 在天主教會中 聖餐裡是一項神聖儀式 聖餐代表著捷徑 是為涉罪而領受的 很多天主教教徒認為被拒絕參與聖餐 就意味著與耶穌沒有連結 死後不能進入天堂 因此 這對一名教徒而言 意義十分重大 天主教教理問答在墮胎問題上明確規定 無論是促成還是協助墮胎 都是犯罪 這是一世紀以來就有的規定 不過 數十年來 佩洛西一直大力倡導墮胎權 並且為之辯護 而在德州2021年9月立法禁止懷孕6週以上的女子 墮胎後 佩洛西發誓將最高法院 針對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定為聯邦法律 科蒂萊昂說 他在4月7日寫信告訴佩洛西 要麼放棄支持墮胎權 要麼別再公開場合 宣稱自己是天主教徒 否則自己將別無選擇 只能不讓他接受聖餐 科蒂萊昂還在20日發給教會成員的一份信中說 他曾經6次要求和佩洛西會面 但是佩洛西的辦公室要麼沒有回應 要麼告訴他佩洛西很忙 科蒂萊昂寫道 在無數次試圖與他交談 以幫助他瞭解他犯下重罪 在給教會抹黑 以及他自己靈魂面臨危險的情況之後 我已經決定 必須公開宣布禁止他參加審餐 科蒂萊昂的決定引發自由派的激烈反彈 他們認為 在最高法院即將就羅伊訴韋德案 進行裁決之際 科蒂萊昂禁止佩洛西領勝餐 具有政治目的 5月21日 星期六 舊金山觀察家暴編委會指控說 科蒂萊昂的行動是在公開挑戰 現任天主教教宗方濟各 該編委會還撰寫了特稿 敦促科蒂萊昂下台 5月23日 觀點節目的共同主持人 烏比·戈德堡抨擊了科蒂萊昂 說他沒有資格決定佩洛西是否可以接受聖餐 其實 早在5月20日 也就是宣布禁止佩洛西領勝餐的當天 科蒂萊昂就向《耶穌會刊物》《美國雜誌》表示 他做出這個決定是因為佩洛西推動把墮胎權納入聯邦法律 此舉太過激進 超出了他能夠容忍的底線 科蒂萊昂否認他的決定有任何政治意圖 他說 他已經在這件事上做了多年的心理鬥爭了 所以這不是一時衝動作出的決定 他說 我祈禱了很久 斷食了很多次 我鬥爭了很長時間 早在去年7月 當佩洛西聲稱 自己是一位支持墮胎的淺誠天主教徒時 赫迪萊昂就反駁說 支持殺害無辜生命的人 不應該自稱是淺誠的天主教徒 他還曾在《華盛頓郵報》刊文說 主教們有義務處理公共生活中 公開違背教會關於墮胎教義的知名信徒 因為他們不但違背了基本的正義原則 還讓其他人犯罪 德州阿瑪里洛天主教教區省府 弗蘭克·帕沃內 21日對Newsmax說 科迪萊昂大主教禁止佩洛西領聖餐的決定是正確的 立法者應當保護未出生的孩子 帕沃內說 這不是科迪萊昂大主教一個人的觀點 很多天主教教徒都贊同這一決定 他們早就在問什麼時候這麼做了 他說 主教們長期以來始終如一地教導信眾 天主教只有一種立場 那就是墮胎永遠是錯誤的 帕沃內並批評天主教會的領導者軟弱 他說 現在有許多主教發聲 支持科迪萊昂大主教的做法 未來會有更多 但也有一些人說 我不是來審判的 也不是來懲罰別人的 他說 領導層不應該容忍違背天主教立場 和教義的行為 當一些名人宣稱自己是 淺誠的天主教徒 卻不遵守教會的核心教義 只是從中獲取政治利益 這對我們來說是一種侮辱 這種做法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很多人都對此感到沮喪 在過去的一年裡 科迪萊昂也一直積極主張 禁止向拜登及其他支持墮胎權的政治家提供聖餐 事實上 拜登在2019年就曾被拒絕領受聖餐 當年10月 還是總統候選人的拜登 在南卡州參加一次競選活動時 天主教審父羅伯特·莫雷就拒絕為拜登施語聖餐 令現場非常尷尬 莫雷後來說 因為拜登支持同性婚姻和墮胎權 這意味著他應該停止將自己定義為淺誠的天主教徒 不應該接受聖餐 不過 拜登上任後 進一步頒布政策 允許資助和墮胎相關的海外機構 並撤銷川普時期禁止診所轉介墮胎的禁令 為了給自己面上貼金 去年10月底 拜登前往意大利參加G20峰會 在峰會結束時 特意會見了天主教教宗方濟各 然後在記者會上熱淚盈眶的感謝教皇 說教宗在他大兒子伯去世時 對他進行了慰問 他還說 教宗說他是個好教徒 應該繼續領受聖餐 不過 拜登後來承認 和教宗會面後 他沒有領到聖餐 在天主教政策下 不給予聖餐的決定 是由各教區主教決定的 方濟各去年9月被問及是否應該拒絕 拜登等政客領勝餐時 拒絕直接回答 是 或者否 只是說 主教必須以同情和親切的態度 為這些人服務 他同時警告說 神職人員不應該讓政治影響領勝餐的決定 從方濟各的態度 我們可以看出 他很想給拜登辯護 卻無法理直氣壯地在公眾面前 捉出符合教義的理由 去年4月 天主教主教會議起草了一份文件 表明教會對支持墮胎的公眾人物 施予聖餐的態度 如果文件獲得通過 拜登將被拒絕施予聖餐 該文件11月大筆數通過 不過 文件沒有要求拒絕授予這些政治家聖餐 只是強調了聖餐裡的重要性 與拜登類似 佩洛西因去年7月公開支持墮胎 受到了科迪萊昂的批評 說支持殺害無辜生命的人 不應該自稱淺誠的天主教徒 10月9日佩洛西也到梵蒂岡會見了教宗 希望方濟各為他站台 隨後 佩洛西發表了一份聲明說 這次會面是一項宗教性的 個人和官方的榮譽 並引用方濟各的和平導詞 祈願自己成為天主的和平工具 從上述內容 我們可以看出 儘管拜登和佩洛西都不遵守天主教教義 但卻非常在意領受聖餐的問題 合理的解釋是 他們生怕自己 淺誠信徒的形象受到質疑 據天主教新聞社報導 佩洛西在2008年接受C-SPAN採訪時就說 被剝奪聖餐將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那麼 佩洛西為什麼如此在意聖餐? 他真的怕死後不能進入天堂嗎? 答案是否定的 對於天主教徒來說 如果他真的信仰耶穌 想在未來可以進入天堂 最好的辦法就是洗心革面 嚴格按照教義做事 所以 佩洛西在爭取聖餐的背後 另有政治圖謀 眾所周知 美國是以宗教信仰立國的國家 據統計 美國大約有80%的人信仰基督教 其中包括天主教 新教 東正教等 還有一部分人信仰其他宗教 不信教的人只有大約4% 因此 多數政治人物都會強調自己是淺誠的教徒 從而在競選中得到基督徒選民的支持 而另一方面 真正有信仰的人 他們比較有道德 講誠信 所以有了淺誠信徒的光環 更容易獲得選民的信任 而科迪萊恩大主教禁止佩洛西領聖餐一事 不僅向外界表明 天主教在墮胎等很多問題上 有著清晰的立場和不可辯駁的教會規則 而且更重要的是 揭開向佩洛西和拜登等自由派政治人物 本質上不信神的面紗 讓民眾明白他們的虛偽面目 隨著中期選舉臨近 這個問題將會更加突出 我們知道 擁有巨大影響力的特斯拉CEO馬斯克 近期高調宣布將拋棄民主黨給共和黨投票 讓左派極度驚恐 在這個時候 科迪萊恩禁止佩洛西領聖餐 客觀上給馬斯克的觀點做了一個最好的詮釋 給民主黨不堪的選情 雪上加霜 因此 對佩洛西來說 被禁止領聖餐 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意義 這恐怕也是自由派強烈反彈的原因 為了證明自己是合格的信徒 5月23日 佩洛西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個教堂 參加了彌撒 並領到了聖餐 變相為自己辯護 我們前面講了 是否授予教徒聖餐 由各地教區主教自行決定 因此 科迪萊昂大主教的禁令 旨在舊金山教區起作用 不僅如此 24日 雅茲必報的佩洛西 還跑到MSNBC節目上攻擊大主教科迪萊昂 說他在搞雙標 因為他並沒有禁止 支持死刑的政治人物領聖餐 佩洛西這是在虎腳蠻蠶了 死刑犯是罪犯 而聖經並不排除對犯人懲治 在《摩西五經》中就有制死和打死的說法 而作為嬰兒 他們是無辜的 殺害一個無辜的生命 怎麼能與支持死刑相比呢? 不過 我們從佩洛西的表現 可以看出大主教發出禁令的威力 因為還有一個重大影響 那就是會讓更多教區的主教 面臨出台同樣措施的壓力 我們試想一下 如果今天佩洛西被禁聖餐 明天拜登被禁聖餐 後天自稱基督徒的奧巴馬也被禁聖餐 這才是佩洛西們真正害怕的 當然 並不是每個大主教都是真正的信徒 在一個道德下滑的社會 有些神職人員其實不是真正的信徒 而是打著宗教棋子的左派與共產主義者 1958年出版的赤裸裸的《共產黨人》一書 講到了共產主義的滲透 書中列舉了45個共產主義摧毀美國的目標 其中第27條是這樣寫的 滲透教會 用社會的宗教替代天啟宗教 詆毀聖經 當今 在世界各種宗教的教會裡 很多披著宗教外衣的主教 神父們 一邊傳播著變異的神學思想 一邊腐化墮落 奸淫信徒 醜聞不斷 也就不足為奇了 而有些信徒把去教堂僅僅當作一種文明舉動 或者把其當作娛樂及社交活動的場所 或者作為撈取政治資本的工具 這些人面對批評與處罰不是懺悔過錯 而是瘋狂反撲 我們預計 佩洛西被謹慎參議事 可能將成為一個分水嶺 將真信徒與假信徒分開 也將真神職人員與假神職人員分開 這是繼2020將政協分開之後的 又一次政協較量 好了 我們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 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